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求償的梅腿 重點是至今未婚 回顧她的感情史 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捲入 台塑集團王永慶長孫王全仁 與首度客運千金李晶晶的婚變 李晶晶還曾對李文儀提告求償 但最後雙方和解收場 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對你來說都是一種成長 所以我現在我覺得 對於曾經出現在我生命軌跡當中的人 我都心存祝福以及感謝 而出現在李文儀生命軌跡的還有她 數碼細胞董事長林玉晶 2005 年一週看直擊 兩人在神旺飯店晚餐約會 離開時林玉晶還幫李文儀開車門 讓她宛如女王般的上車 林玉晶也多次到電視台接李文儀下班 but 2006 年 李玉晶涉嫌掏空數碼細胞 還潛逃出國 瞬間從電玩掃開變成通氣飯 李文儀也無端被捲入 後來她還遠走英國留學 星光彎回到七點 回到台灣之後 2010年她被拍到和已婚的前文建會主委 聖志仁午餐約會 後來聖志仁解釋只是請她幫忙找房子 有跟老婆抱貝 2012 年則是與前年代電視公關 翁世俊一起電影約會 看完電影兩人還一起吃鐵板燒 不過將李文儀送到家門口之後 翁世俊也就驅車離開 那個難得是妳的那個星環嗎這樣子 就是我跑很久 像李文儀他他一樣會一頭 2013年李文儀身邊的電影辦 換成了時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劉維公 這一天公務繁忙的劉維公 先到影城買票 還不忘買了李文儀最愛的手搖杯飲料 等了一個多小時 女主角才姗姗來遲 看完電影出場 李文儀一手插著腰頗有女王風範 劉維公連忙指引出口方向 兩人來到影城門口李文儀顧著滑手機 完全無視劉維公帥氣的站姿 小聊一下兩人就此道別 劉維公還依依不捨地 偷瞄李文儀離去的背影 其實早在2013年8月 一週刊就直擊 劉維公到李文儀住處接她 還貼心的先買好兩杯飲料 劉維公曾說理想的結婚對象是 30歲以上有個性 有品味 有內涵 李文儀似乎完全達標 不過新聞出刊之後他卻說 我跟李文儀小姐是 單純就是朋友 然後我想我對她的事情 我想我的評論就這樣子 然後我想我不會再有任何 進一步接受採訪的內容 喔 再這樣下去 文儀到底何時才假得掉啊 我覺得現在平常心嘛 我覺得你整在緣分 真的 我已經變了 我已經出發了 我已經去死了 我們再判了 他已經打到